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談這個遊戲 左邊也是一個箱子 是一個盒子 上面有一塊透明的玻璃 旁邊有一個洞 上面有兩個切口 右邊四塊木頭 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 就是說想辦法 將這四塊木頭 裝到這個盒子裡面 這個要怎麼樣排呢? 要怎麼樣裝呢? 這是問題啦 你如果說這幾塊 把它並排 它裝不下去 它這邊並排只能裝三塊 剩下最後一塊都裝不下去 你如果把它重疊 它高度要超過這個玻璃 也不行 所以說這個是很傷腦筋的一個 一個遊戲 那各位朋友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 我怎麼樣把它裝進去 能夠裝得下 這個檔案 我們下一集 再來公布 怎麼樣裝 才能裝到這個盒子裡面 這是一個 令人家傷腦筋的一個題目 也是很有趣 各位啊 如果在市面上 有辦法買到這個東西的話 也可以 嘗試的 把我家裝裝看 這個給小孩子裝 或是給 一般人來裝 傷傷腦筋 動動腦筋 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一種 智慧型的一個 積木遊戲 我們將這個圖形啊 已經把它畫出來了 那今天我們不談這個圖形 我們就畫出來 給各位想辦法把它裝進去 好 那 下一集呢 我們 再公布這個檔案 看怎麼樣裝 才能 裝到這個盒子裡面 各位先可以參考看看 這是很有意思的遊戲 也是讓人家傷腦筋的遊戲 好 我們今天視頻 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OK OK 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 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揮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揮圖方式 也請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學相場 看得越多 寫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等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 好的 吧 請教學 這邊 請教學